現在是在嘉義 今天呢跟莎莎約在嘉義 我們都沒有一起出國外線去玩 所以呢就是我們第一次出來玩 我們期待 那影片開始前呢 先點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這樣才不會錯過您忙之後的影片喔 昨天討論出來要吃的這一家 聽說在嘉義很有名耶 好多人排隊啊 這一家林聰明阿姨 是我同事有推薦過的 然後我在那個Google上面看 停頓它也是超級薄 這裡面的裝置呢大家也都看到了 是一種木頭的元素 包括它後面的那個板凳啊桌子啊 後面的那個都是用木頭的 那大家也知道 這邊的話 臨近阿里山 一個從哪一個從高雄來 一個從台北東來 海外的來 吃嘉義 吃魚頭 吃嘉義的火雞肉飯 其實我也沒有吃過 真的啊 你說火雞肉飯沒吃過嗎 我不知道它是雞肉還是火 火雞肉 火雞肉跟雞肉有什麼雞 火雞跟雞是不同的 不同的種類 品種 對 但他們都是雞嗎 是雞 但火雞跟雞不一樣 長的不一樣 長的不一樣 然後肉吃起來 口感也不太一樣 每次來嘉義都去吃火雞肉飯 這次終於來吃炸鍋魚頭了 真的很期待耶 我在這邊排隊排很久耶 他排了 他比我先來半個小時 在這邊排了40分鐘 然後 我剛剛到 在坐享其成 要不是我啊 還吃不到呢 真的 我是11點半營業 我11點過來 就已經有很多人在排隊了 他是就是在提前排隊的 對 然後11點半才開放曲 上菜啦 這就是火雞肉飯嗎 對 那是火雞肉飯 三色蛋 哇哦 這個魚頭 它不夠水調 好 謝謝 這看起來不錯吃耶 像乳菜 好棒 熱乳菜 很像那種麻辣燙的感覺 還有一個 拼菜拼菜 對 那這個是 滷肉飯 滷肉飯加半熟蛋 那我們現在開始吃囉 他的那個火雞肉飯有沒有 是粉色的耶 我第一次看到那種雞肉是粉色的 先吃他的小菜 他的小菜 聽說現在已經快美了 那我先試試看那個火雞肉飯的口感是什麼樣的 因為我是第一次吃 味道就跟雞肉一樣 它會有那種香味 嗯 它是火的 它比較緊密 嗯 口感不一樣 它雞肉裡面的那個醬香調味還不錯 我一開始以為這個沙鍋魚頭它是火鍋的形式 但是我沒想到它是一種熱乳菜的形式耶 那這一家沙鍋魚頭的歷史呢其實有幾十年了 但是我看Google上面搜的是九八年的時候才註冊商標 現在一出了火之後我們飯有名之外 豆花也是他們的客廠 家裡還有什麼有名 大家打在公屏上 打在留言區 給大家看一下後面喔 後面還是很多人排隊喔 現在是十二點了 然後呢我們剛剛吃飽出來了 吃完之後呢 我跟莎莎就在嘉義City Work了一下 隨便走走消化消化 那我們現在呢就是去吃豆花 欸 對 那個豆花是叫什麼 陶城豆花 好像還蠻有名的 也是一個很古老的歷史古蹟改建的 這是這家陶城豆花 它的前身好像是醫院耶 喔 它的裝修還蠻原始風的 它位置蠻多的其實 一個木頭 還蠻有特色的 這樣的一個中島 很具有嘉義特色欸 然後這邊是很抽象的一個意境喔 沒有葉子的樹 廁所 然後呢 這一個背景 我就是看到別人在這邊拍照 然後就想說來打卡看看 結果它上面寫著 霧洞 不能動 不能出去欸 那它總共呢是有三層 三層 但是第三層呢我們沒有上去 因為它上面好像沒有開燈 然後第一層呢它沒有冷氣 所以裡面有一個小包廂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裡面很空 它也沒有開放給別人進來做 所以呢我們在外面其實有等一段時間 但是有可能是我們自己沒有聽到號碼 就過好了 嗯 它整體風格的話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沒有洞牆啊 還有那種支柱 嗯 破破的 但是有特殊的味道 就是 不是特別的去注重它的裝修 但是 又有 自己的風格在 然後 主要是來吃豆花的 它的 拍照也是 也是蠻不錯的 等了兩碗豆花 然後 配起司蛋糕 然後 一份那個 番薯 那這樣是多少呢 嗯 告白15款 你覺得貴嗎 不貴耶 因為這邊就是 網紅店啊 我有給你加醬 你看這場上還有那種藝術化嗎 剛剛有的裝飾它還是會有啊 來了 來了 謝謝 這是 一人豆花 芋頭 地瓜圓 巴斯克蛋糕 你的是什麼 花生豆花 我點的是 一人豆花 你看 有兩個顏色 一個是地瓜 一個是芋頭 還有 然後 底下是紅豆 鋪墊 我們兩個都有戴牙套 我們兩個牙齒是同一個醫生 欸 上次有說吧 我們兩個是同一個牙醫喔 所以 剛剛按摩的 師傅跟我們說 欸 你們兩個長得很像 我覺得他們家的風格真的就是用一句話來說 柬埔中透露著一絲精緻 對不對 對 巴斯克 曾經是我最愛的蛋糕 有啦 我最喜歡吃的還是 那一家 貝雷麥麥 大家 還記得嗎 是我的朋友 開的 我是一個很仗義的人欸 上次跑去台北 專門想要拍她的店 結果呢 結果她給我放鴿子 我原諒她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她女朋友我認識 她專門從大陸飛回來 給她過生日 而我不知道那一天是她生日 她怪你 怪我幹嘛 我也不知道啊 她在那個 台北開來一個蛋糕店 對啊 男生 男生 她做的牛乳捲真的還不錯吃 很讚 上次有買過 厲害的男生做蛋糕 基本上都是男生做蛋糕 因為他們要打那個 要很多利盡 你知道嗎 有很多都是要手做的 而且他們是有分主廚 二廚 副廚 中等級的 烤東西很麻煩 煎 煎 沒有烤箱啊 什麼的要搬啊 嗯 要洗啊 沒有煎煎阿姨洗 很 洗臉似乎沒有廚房阿姨 他們大家吃的這種盤子 在樓下 那個是廚房阿姨洗 但是烤盤什麼的 廚房阿姨不會管你耶 你自己做的東西 你自己處理 心理乾淨 阿里山 阿里山 對 你總共去了三次 那你之前咧 之前跟你老公有去過嗎 就加起來一共三次 一共三次 他第一 他當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沒有去阿里山 他就要繼續 我覺得我這環島這樣好 嗯 我現在是帶爸媽去阿里山 三次 你覺得阿里山真的很漂亮 有仙氣 我上次去的時候 公交車站 我坐我旁邊的是一個外國的小哥 他只跨了一個很輕很輕的背包 就為了徒步見步 然後坐兩個小時的公車 還有三個小時的公車 上阿里山 然後最後 又坐著公車走了 你有看到嗎 我有看到嗎 因為背包很像 也有可能是我看錯了 但是呢 我覺得 會有這種人 就是只為了一件事情 對啊 希望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喔 可以追蹤起來 最終 掰掰 嗯